记者张存威台东报道 全世界最深的海底油桶就在台东县绿岛乡 因菲律宾海域恐生成台风影响 县府交通及观光旅游处长江慧卿表示 除以钢索加强固定绿岛豆丁海马海底油桶 油桶今天起也暂停收信 停班停课至少一星期为了宣传绿岛海洋之美 也推广海洋资源保护及保育理念 县府及中华邮政合作 在绿岛时浪浮前区外深达11.5米海底设置豆丁海马油桶 5月4日启用到今天刚好满月 目前有收到3600封信 因为菲律宾西侧有热带性低气压 东南侧也有云系发展中 绿岛又是台风侵袭首当其冲的地区 江惠星指出预计六七日台风会影响到绿岛海域 而全世界最大的威恐珊瑚绿岛大香菇深达18米 在2016年9月也因莫兰蒂台风而倒塌 因此决定在风浪变大前提造防台 稳由潜水教练先以四条钢索固定 至于一旁的海洋之新装置艺术 则预计周二材料运进后劲快试做 江惠星表示 为了安全起见 请民众暂时先不要造访豆丁海马油桶 台风过后还要是潮流状况拆除钢索 确保安全无余才开放 说明是一种 好